我们对电感器的一些特性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电感它跟电容 好多地方都是相反 比如说我们电容是各自流 而电感是通自流 电容是通胶 而电感是主外交流 所以说我们记住电感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 就是说这流电通过它的时候 我们在电路分析当中 基本上可以认为没有毫无阻碍的作用 就过去了 而交流电通过它的时候 就存在着一个感抗的问题 感抗是与频率和电感量是成正比的 这个几个头 形象的表示感抗跟电感跟频率之间 频率感抗频率 电感量频率与感抗之间的关系 看这个公式就知道 就是频率一高 或者电感量一大 感抗一大 反之 这将会 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